大家好,我是圣号 欢迎来到网页设计Wiz中文教学系列 今天要和你分享的就是 如何让你的网页更生动 更有吸引力 请容许我打一个小广告 圣号TV会一直更新关于 Wiz网页设计的使用小技巧 对这一方面的资讯感兴趣的话 就欢迎你订阅和关注圣号TV 一个网页 能不能吸引到潜在客户的订阅和购买 除了取决于网页的内容之外 大多数的原因就是 网页吸引不吸引人 一个死气沉沉的网页 不管它的内容多么丰富 也吸引不到人 反之 一个设计比较生动的网页 就算内容没有那么丰富 也能够吸引到很多人的关注 其实一开始 Wiz就可以把网页设计出 比较吸引人的目光 不过为了让它更加生动 更加吸引人 有一些调整是必须的 我会使用我上一个影片作为示范 如果你还没有看过如何创建这个网页的话 我会把连接放在下面的说明文 点击进去呢 你就可以看到上一集的教学了 那么我们继续吧 对了 为了防止混淆 我已经把Wiz的官方网页的连接呢 放在下面的说明文 只要点击进去 就可以到达我接下来要去的页面了 OK 像我刚才所说的 如果你还没有看过上一集的话呢 记得去点击来看 因为这一集呢 会使用上一集已经设计好的Wizsite 来作为教学 点击我的网页 edit edit site 我们现在来看 preview 这个就是我原本的这个Wizsite 是没有任何Animation的 它是一个比较实版的Wizsite 然后我们现在来更改这个Wizsite 首先我们还没有调整这个Animation之前呢 我们必须从WizADI转去WizEditor 因为在WizEditor里面呢 它有更多的功能来让我们设计我们的网页 点击右边的Advanced Editor 因为我们一开始使用的是WizADI 所以它现在会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现在把它换去WizEditor的话呢 它就不可以回到WizADI 不过其实我们已经把玩页设计的差不多了 所以我们现在就直接去WizEditor OK 现在已经换去WizEditor了 我现在做一个比较普通的动画 点击这个名字 然后移到这个Animation这边 然后选择我们要的 这边的好处就是 当你把你这个滑鼠呢 移到你想要的Animation那边 它就会给你一个preview 选择你要的 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再做另外一个Animation 定了我们可以选择Customize Dulation呢就是把持续时间呢 换比较迟一点 像这样 如果换的比较久的话 它preview它就会比较慢 然后Delay的话呢就是延迟 例如我先让这个生号TV先出来 然后才放这个Acreative website developer 所以就加一点点 然后我们现在就看preview 就是这样子啦 然后back to editor 这里呢我们可以做很多很多 不一样的Animation 像是这些 然后这一些 现在呢我们就来看preview 所以现在我们已经把我们一个实际层层的 玩页变成一个比较生动婆婆的 玩页了 当然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 喜好来做更多的不一样的动画 以上就是我要和你分享的Wiz 玩页设计的使用技巧 如果你觉得这个分享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那么请给我一个赞 然后分享给你的朋友 如果你想要找我帮你设计 玩页的话 欢迎你私讯我 我的email是 那么我是陈昊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